這個法案是相當相當的重要 為什麼我急著在我們立法院開議 委員會開議的第一個禮拜 我就排這個法案 因為103年103年都開始 12年國教真正上路 免學費的政策 會需要用到大筆的這個國家預算跟經費 200多億的教育經費是投入到這個免學費的部分 所以這勢必會排除到 會排到原先的教育經費的支出 如果我們不用法律來保障整體的教育的支出 不會因為12年國教上路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讓原有的政策施交 讓原有的政策打折 讓原有的權益受到一些傷害 或者不足的地方 我覺得作為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 有需要從法律上做一個確保 做一個保障 以確保原有的教育的政策 能夠順利執行 也能夠確保所有的教育的任何的措施 就是能夠不受到12年國教上路之後的影響 所以 本期擬據這個第三條 教育經費邊內管理法第三條 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說 把這個教育經費的支出啊 由過去的這個22.5% 能夠提高到23% 這個提高23%大概會 可以提高大概100多億的這個經費 用在原先的教育經費的支出啊 所以 如果 能夠 透過修法的方式 把這個 經費的比例 從 前三年度的決算稅度 進了平均值的22.5% 提高到23% 我想 這個部分能夠確保 現在正在推行所有的教育政策 能夠不打折 能夠 執行的更全面更徹底 不要因為12年國教上路 而 影響到原先的我們教育政策的規劃 跟執行 所以 希望 這個 教育經費邊內跟管理法 我想 很多本院的委員 特別是教育文化委員會的委員 也非常的關心 我們提出不同的版本 但是我們目標跟共識是一致的 希望透過法律的這個保障 在教育經費的支出 能夠確保原先的政策不會因此失交 原先的福利不會因此打折 所以我也發現其他的國民黨的委員 他們也提出同樣的版本 只是比例上不同 但是目標跟方向是一致的 國家的教育經費支出 很珍貴 沒有錯 但是 我們需要 更多的經費 來補充 因為12年國教上路之後 所造成的這個 這不足的地方 所以希望 這一條 能夠在委員會 今天能夠順利審查通過 好嗎 什麼 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